纽约市卫生官员周二宣布 将五个行政区的新冠病毒风险等级下调至中等 此外 根据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的指南 目前全纽约只有长岛的两个线份被视为高风险 中等风险意味着当未知周围其他人的疫苗接种状态 同时没有任何更严格的新冠规定时 建议于公共室内环境中佩戴口罩 市长亚当斯与市卫生专员瓦桑博士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 由于纽约人的集体努力 大家正在赢得与新冠病毒的斗争 这次的病例激增教会了大家很多关于病毒目前的表现 以及如何为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做好准备 两人重申 检测 疫苗接种 治疗和戴口罩是让人们活着并远离医院的重要工具 同时很高兴幼儿现在有资格获得他们应得的保护 从周三起 市府将在全市十个中心为六个月到五岁的婴幼儿提供新冠疫苗接种 至于CDC的指南显示 全纽约州62个线中只有两个线现在仍被视为是高风险 包括同样位于长岛的苏纳及苏福县 不过两线的卫生官员预计 根据全州其他地方的趋势 滚动的新病例平均值将在短期之内下降 就在纽约市新冠病毒风险等级下调之际 白老汇联盟周二宣布将从7月1日起取消白老汇聚院内观众佩戴口罩的规定 白老汇联盟在新闻稿中表示 纽约市内所有41家白老汇剧院 将于7月1日起取消佩戴口罩规定 并在7月30日之前保持选择性佩戴口罩的选项 而不论疫苗接种状态如何 当局仍然强烈建议佩戴口罩 新闻稿续称 联盟之后将每个月重新评估其新冠病毒安全协议 有关8月节目的决定将于7月中旬做出 白老汇联盟主席圣马丁在一份盛名中说 数百万人最近通过观看第75届托尼奖颁奖典礼 享受了白老汇的独特魅力 儿子当局从去年秋天重新开放以来 数百万人在纽约市和全美的剧院体验了白老汇现场的表演 圣马丁补充 很高兴在刚刚开始且激动人心的2022至2023的演出季度当中 欢迎更多热情粉丝回归到白老汇 白老汇联盟此前于5月1日起 取消入场观众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的规定 曼哈顿中城周一发生的出租车撞上人行路事件 造成6人受伤 包括三名伤势严重的女子 市警部门经调查之后公布事件更多细节 事发于周一下午1点左右 涉事的出租车在曼哈顿中城29街向西行驶 在左转进入白老汇时撞倒了一名骑着citybike在白老汇向南行驶的50岁男子 警方认为 司机随后惊慌失措 没有踩刹车并踩了油门 结果冲到人行道上 造成事件发生 有指 司机最初表示 事发时是去控制 调查人员称 也会调查操作上的失误 事发后有两名女子被压在车下 现场有15到20名好心人士 试图将出租车抬起 救出被困女子 6名伤者中包括3名伤势严重的女子 其中来自墨西哥的两名32岁女子 一人腿部伤势严重 需进行截肢手术 另一人则全身瘀青 另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48岁女子 腿部严重受伤 也可能需要截肢 同样来自哥伦布市的31岁女子则受到轻伤 至于骑citybike的男子 手臂骨折 出租车司机受到轻伤 出租车上来自芝加哥的40岁的乘客则没有受伤 市长亚当斯周一晚上到事发地现场查看 并誓言他的政府将从这次事故中汲取教训 防止同类型的事件再度发生 纽约市消防官员称 两辆FDNY的救护车周一晚上在布鲁克林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附近相撞 造成4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受伤 车祸发生于周一晚上10点25分左右 地点位于布鲁克林公园坡的联合街和七大道附近的十字路口 当局表示 涉事的两辆救护车当时正在对同一事件做出响应 根据纽约市消防局和发布在推特上的一段视频和照片显示 其中一辆救护车在发生撞车事故之后冲进了美国银行 另一辆救护车则停在街上 两辆救护车的引擎盖均严重损毁 4名紧急医疗技术人员于车祸中受伤 均被送往纽约长老会布鲁克林卫理工会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事件没有造成其他行人或者居民受伤 市消防局表示将对此宗不寻常的事件进行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